律師亞歷山大費多洛夫表示 患晚期癌症的科學家德米特里·克爾克 被帶到莫斯科弗萊托沃監獄後 在週六去世 週日將對他的拘留提出申訴 今年54歲的克爾克 是新西伯利亞州立大學的一名物理學和數學博士 還是一個量子光學技術實驗室的負責人 他的家人說 他被指控與中共安全部門合作 此前他曾在中國做過科學講座 而7月2日據塔斯社報導 俄當局以涉嫌叛國罪又逮捕了一名 來自新西伯利亞市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 理論與應用力學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員 阿納托利·馬斯洛夫 但沒有給出具體罪因 最近兩年 隨著美中關係惡化 北京拉近了與莫斯科的關係 但與此同時 中共安全和情報機構 並沒有因此而放鬆對俄羅斯的技術情報蒐集工作 今年以來 已有多名俄羅斯科學家 因涉嫌向外國提供敏感信息 受到俄國當局的叛國罪指控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嚴峰 陳海月綜合報導 字幕視頻 athan 好